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來文傑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傑 今集想跟大家講講俄烏戰生的事件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普京反攻烏克蘭的入侵軍隊 大家知道烏克蘭入侵了俄羅斯的位置 我之前也說過普京要用忠觸便 不是很難的 那普京現在怎樣玩呢 日殺三百人 一天塌三百個烏軍 所以烏克蘭的軍隊 前線損失得非常之厲害 甚至乎是接近一個崩潰的狀態 俄軍早前一天已經收復十個失地 就連司機說我預料了 蛤?你預料了被人打爆?還要衝過被人打爆? 為什麼呢?真的 他是不是真的預料了呢? 那沒有 跌落地拿回沙子的事 我相信也不難做的 那整件事又怎樣 我們稍後一起來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 明顯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大家都知道 俄羅斯的國防部 在上星期六 即是14號的時候 發布了消息 他說 烏克蘭一天裡面 是在入侵俄羅斯的 在富爾斯克地區 在那個方向的位置 一天裡面 就已經損失了 三百個軍人 超過 十五架裝甲車 包括兩架彈克 還有五名烏克蘭的軍人 是投了行的 俄羅斯那邊說 在一個午夜裡面 一晚裡面 烏克蘭就已經損失了 很多軍人和裝甲車 包括兩個彈克 一架裝甲運油車 十二架裝甲戰車 以及兩門火炮 一架排障工程車 以及五架汽車 俄羅斯的數據方面 在富爾斯克方向的 戰鬥行動期間 烏克蘭現在一共 損失了一萬三千一百個軍人 一百一十架彈克車 四十四架暴戰車 八十七架裝甲運輸車 七百零三架裝甲戰車 四百二十三架汽車 九十五架火箭炮 二十六個齊射火箭炮發射器 其中包括七套美制M142高機動多管火箭炮系統 八個防空導彈系統發射裝置 兩架運輸裝填車 二十六座電子對抗站 七座反炮兵戰雷達 兩座防空雷達 四十六座軍事器材 其實打了不久 進入侵了一個月左右 我之前都說 其實普京想滅他 很容易滅 看看想怎樣玩 可能是想拿武器 如果要拿武器 就不可以快打 因為他有機會全部自爆 要等他們的人 可能是投降等等 帶武器過來 俄羅斯那邊是有好處的 是有好處的 而普京早前也接受訪問的時候 烏克蘭調動他們的精英部隊 入侵賦爾斯克 但沒用 他們的損失非常之嚴重 賦爾斯克損失嚴重的時候 其實他的前線都很嚴重 因為他們前線的戰鬥能力 是很弱的 本身已經弱了 現在還要調成精英入侵賦爾斯 所以烏克蘭那邊是更加更加自弱 當然 撥爾斯克打入得非常之成功 不過他們也承認 進去之後 在裝備上 在兵力上 他們是處於劣勢 因為被人圍 所以要看看怎樣 透過很多不同的做法 去調整一下他們的策略 但是是否這麼容易 又可以調整得到呢 也都不是的 普京就說 烏克蘭企圖透過一些跨越境界的戰爭 跨越境界的戰爭 大舉攻擊去擾亂俄軍 但結果 對不起 斯德奇反 普京說 俄軍已經穩定了局勢 並且逐步把敵人趕出邊境的地區 那個不出邊境地區 那怎麼辦 扮招他 對他 對他 是這樣的 而且他的對手是普京 是不是 而俄軍 在烏東的頓巴斯地方 是沒有推進 即是那個推進 是沒有受了 好像如日無人之境 普京 解釋就說 烏軍相對訓練有數 和有力的部隊 竟然轉至邊境的位置 走去入侵俄羅斯的庫爾斯克 結果 在一個月內 入侵俄不僅一個月 然後被他們滅了一萬七千多人 所以這件事 會導致烏克蘭其他關鍵地方的防守 是弱了很多 普京也說 俄軍 一直都是 罕見地 以速度、密集為主 但是 都不會那麼順利去拿到一些地方 他就說 最近 有了那些烏克蘭的人士 入了俄軍的領土之後 他們的防守能力是弱了 俄羅斯是以一些極速的速度 突然之間在頓巴斯地方 拿了更加多的土地 當然這個是首要任務 但是證明了他們 烏克蘭那邊是做錯了一個決定 下錯了駐馬 與此同時 烏克蘭的人力和裝備 損失得非常之嚴重 他們前線的關鍵地方 面臨一個崩潰的風險 其實他們自己的烏克蘭都面臨崩潰的風險 你這樣打下去 是吧 普京說 傷亡可能會令到整個裝備蒙受非常之大的損失 前線關鍵地方 崩潰的時間 他們可能一時三刻都不能夠恢復得到 最終他們現在沒有了一萬多個軍人 加上那些車沒有了幾百架 火箭炮沒有了一百座 沒有了一百座 那怎麼辦 沒有了 肯定落入俄羅斯手上 俄羅斯那邊繼續說 他們特集這個富爾斯亞地區 很明顯是想分散俄羅斯的兵力 烏克蘭那邊也說 是呀 沒錯 他們是想著 看看可不可以做一塊東西 烏克蘭那邊的武戶區 看看可不可以做一個緩衝地帶 但原來是不行的 但他們呢 烏克蘭那邊就說 雖然頓涅茨克州份的戰略重地 是波克羅夫斯受到俄軍的猛烈攻擊 但無論如何都好 烏克蘭有良好的防守策略 不過他抱怨 俄羅斯在導彈、火炮、彈藥、人員方面 全部佔盡優勢 而現在烏克蘭派出來的新兵 他們是受訓了幾個月就出來呢 一個半月就出來前線打仗了 那麼 那個質素來說 大家都知道 一個半月跟訓練有數 是差很遠的 所以烏克蘭那邊呢 就說不行 現在打下去都是一個劣勢 他更加指責 美國的軍援速度非常非常之慢 令到烏克蘭的軍人 就在前線裏面受損 而且在戰場上受挫 影響士氣 士氣的東西又不是說 一時三刻影響得到就影響得到 是不是給你多些武器 你就會有多些士氣呢 又未必的 是不是 這些都是用來講的 那當然啦 他最後的目的是什麼呢 喂 美國這一場戰 我幫你打的 你是不是應該 給我多些東西 快點給我多些東西 不只是給我 那麼簡單 是要快點 有這麼快 有這麼多 有這麼多 而他就真的不斷去苛索 所以苛索到美國那邊 都好像有些 不耐煩 你拿夠沒有 你亂吐 你當然吐到沒有 就是這些 他們都 對 好像當那些錢不是錢 那樣 當然那些錢都不是他們 去埋單的 是美國說借給他們的 那麼 升到價格高高 就借些要給人 給錢收的垃圾給他們 那麼要結帳的 到時怎麼結帳呢 我都不知道 到時會不會以地去結帳呢 我都真的不知道 其實早前 在星期二的時候 俄羅斯已經宣佈了 他們展開了一個反攻的計劃 並且在反攻的當日那裡 已經收復了賦爾斯克十個地方 而鄭妍斯基也承認俄軍在開始反攻 這件事鄭妍斯基說 我預期之內 我預期他會把我的 蛤? 那你那些兵 你其實是想著 真的隔到一會兒 隔到一會兒 隔到一會兒 隔到一會兒都不行 那 那就是推他們送死 是的 是的 那俄軍那邊已經在修復 一些烏軍佔領的 佔領地方 大部分的叫做賦爾斯克地區 佔領很多 拿走 俄羅斯國防部早前宣佈了 已經控制了賦爾斯克地區大約十個最高點 最主要是有人住的地方 全部一定要控制 再說回來 沃蘭的總統陳列斯基 亦都在同一日證實 俄軍在赴爾斯克發動了一個攻勢 他說 這件事 他本身都是有預期的 預期之內 你預期被人打你的兵 有什麼癖好 你早點講 讓我整個面目全非 再加一個還原領領權 預期之內 你預期被人打你的兵 預期被殺你的兵 遇什麼期 全部人命來的 比如當期子用 遇期遇期 其實他說這句話很蠢 怎會說遇期會搞什麼 你當然說我沒有遇到會這樣 他竟然殺人等等 這是聰明的說法 結果算了 他因為不是聰明人 所以說的話是極度不聰明的 負責反攻行動的車神特種部隊少將阿諾迪洛夫 他就說 嘩 正呀 現在和烏蘭那邊的戰況非常良好 俄軍已經開始展開攻勢 並且在星期三和星期四時 合共解放了赴爾斯卡地區 很多個不同的聚居店 而烏軍有六個女兒是遭受到重大的傷亡 六個女兒受到重大的傷亡 一個軍事女都有好幾十人至好幾百人 有些團體不同 可能他們任務不同 跟他們沒什麼人 一次過就收了六個女兒的檔 令到他們這麼多人重大傷亡 這個其實對於烏克人來說也要想一想 因為陣營司機竟然說 我預了 即是你預了 你預了你有人被堆壞 其實是盡量希望不要有任何的士兵被堆壞 但他說我預了 幾喘 人家的命好像是命 俄羅斯的外長拉夫羅夫就說 烏克蘭目前穩暴地被驅逐出赴爾斯克 他們會被完全地逐出 這件事我也相信 應該做得到的 而陣營司機就沒有交代赴爾斯克的戰況 正是說 烏軍的特襲行動是按照他們的作戰計劃而進行的 即是輸都是作戰的一部分 輸得這麼噁心 一天被人爆十個格 是不是這樣 我不知道 分析就認為 俄羅斯可能會試圖包圍著烏克蘭的部隊 然後開始更加有組織 有裝備和更加完善的行動 接著就將這些烏軍驅逐出俄羅斯的領土 甚至乎送他去另一個地方 另一個落土 這件事我都說過 你這樣去撩普京 你怎會有好結果的 真的 你好撩不撩你撩普京 人家真的不給你面子就不給你面子 本身都想罵你 你還搞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不懂形容 好好的談判不行的 當然可能是他不能談判 或是一個話事權不在他身上 他都很無奈 如果是被人迫上這個位置 但又來一次 他以前是一個喜劇演員 接著現在去到這裡之後 就變成一個悲劇了 不知大家怎樣看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怎樣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名義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